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节 审计抽样在细节测试当中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集的考虑汇总 本集有两个考虑 一个是在细节测试当中应用 另外一个是货币单元的抽样 我们在讲在细节测试当中应用的时候呢 在讲之前我们首先要把它的一个 抽样的步骤梳理一下 同样和我们的控测试样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设计样本 第二是选取样本 第三是评价样本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 大部分的步骤和我们控测试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叫的名字不太一样 那我们控测试叫什么呢 叫既定偏差对吧 这里是错报 好 那我们原来那是推断我们的总体偏差率 这是推断总体的错报 其他呢是类似的 那我们在讲到这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给大家再把以前讲过的点稍微复习一下 因为我们的控测试呢 它是我们属性抽样 它用于我们控测试对吧 而我们细节测试呢 就是变量抽样用于细节测试 我们的这个控测试 它是看你内控是否值得信赖的 而我们的细节测试是 测试错报到底错了多少 控测试是定性的 然后细节测试定量的 控测试呢 它的对象是测内部控制 看你的制度是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那是有效还是无效 但是我们的这个细节测试呢 是它的对象是报表的项目 它重点看的是金额的大小 看你错了多少 然后控测试看有效还是无效 好 这是他们俩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详细的学完了 在控测试当中应用 所以我们对照起来学习呢 会更加的神力一点 那我们进入第一阶段 样本设计阶段 样本设计阶段呢 要解决四定的问题 那四定呢 第一个我们确定测试的目标 第二是总体 第三是抽样单元 第四是错报 首先我们来看测试目标 测试目标呢 挺简单的 它就是为什么呢 回到我们的初心 我们做细节测试的初心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识别报表当中 交易啊账户约啊 披露当中存在的重大错报 有错报 不要把它给找出来 好 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也就是我们的测试目标 那么细节测试当中的抽样 通常用来测试 有关财务报表项目金额的 一项或者多项认定 如我先来查 一收账款的存在认定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的定义总体 那定义总体这里呢 要注意 我们在这个细节测试当中 定义总体呢 注意两性 它和我们的控测试不太一样 要对比学习 我们这里是适当性和完整性 少异性 少什么呢 少我们的同质性 注意我们的这个控测试 有一个同质性 这里面有同质性 那适当性呢 和我们的完整性 和我们的控测试 都是类似的 适当性就是 我们的总体 一定要适合于特定的 审计目标 不要选错 一定要选对 第二就是完整性 完整性呢 和我们的控测试 也是类似的 所以对比起来学习 这块就比较简单 那这强调要包含测试目标 相关的所有的个体 包括我们代表 食物的完整性 也是强调要完整 不要有所异漏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我们的注意事项 首先看第一个注意事项 单个中大项目 一定要单独查 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某一个项目 可能因为金额比较大 或者存在较高的 重大做分险 一个是金额大 一个是分险大 那么对于这两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把它 视为单个的重大项目 好 对这种 我们要对它 实施百分之百的检查 而不能做抽样 所有的单个 重大项目 都不构成抽样总体 这两个注意 那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现在呢 我们的备生云单位 他们的这个应收账款 一共有多少钱呢 一共有一个亿 这一个亿 有多少组成呢 一共有三千户组成 好 三千户组成 那么其中呢 有两户 这两户的金额 就已经达到了九千万 然后剩下的两千九百九十八户 那么这两千九百九十八户呢 他们的金额一共才一千万 好 这里注意 这两户呢 就属于典型的单个重大项目 对于这样的单个重大项目 我们必须要把这两户 足够足够的检查 百分之百的检查 绝对不能抽样 那这就是我们的重大项目 因为这两户呢 它是因为什么而重大 金额大 好 那我们教材当中 对这个单个重大项目 强调两个特征 一个是金额大 或者分线大 接着我们剩下的两千九百九十八户 他们的金额加在一起是一千万 对于这两千九百九十八户 那就属于普通项目了 对吧 我们可以采用抽样的方式来进行检查 那也可能呢 对其中的有一些再三选一下 对一些金额特别小的 我们也有可能补查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单个重大项目 我们必要注意是百分之百的检查 不能用来抽样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注意事项 借方和代方作为不同的总体 那不同性质的交易 可能导致借方余额 代方余额和零余额多种情况并存 所以我们要根据分线 认定还有审计目标进行不同的考虑 那么这里面注意 我们不同的余额 它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对借方余额来说 我们主要关注它的存在性 而对于代方余额来说 我们更关注它的完整性 也就是像资产类的 像我们的收入类的 我们更关注它的存在性 有没有虚增啊 有没有高估 那么对代方余额像负债类的 负债类的这一类 像什么费用啦 成本啦 那我们更关注它的完整性 看它有没有少计 像应付账款就很容易出现 种少计的问题对吧 所以我们要看你有没有隐瞒 有没有遗漏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处理 如果我们代方余额 它的金额重大 注意代方的余额金额重大 那注册款机师可能认为 分别测试我们的借方和 代方余额更能有效的实现 审计目标 因此我们注册款机师 要把存在借方余额的 应收账款账户和存在 代方余额的 应收账款账户分开 对待 然后呢 作为两个独立的总体对待 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现在 应收账款 它的账户既有借方余额 又有代方余额 我们不要把它互赌 我们要把它怎么样 尤其是它的贷方金额 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这也是我们要把它 作为独立的两个总体 来对待 好 我们接着看第三个 注意事项 收入和成本 是为两个总体 那我们一般来说呢 我们把收入和成本 都作为两个总体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 不同的报表项目 对吧 一个营业收入 一个营业成本 我们不能把它互怼 但是有的时候呢 会有这种操作 这是一个不规范的操作 它为了减少药物量 少做工作 它把毛利率 作为一个总体 注意这样的做法 是不恰当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收入错保 并非总能被成本错保抵消 好 它俩是不能互相抵消的 等我们后面讲到 第十八章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把不同的 报表项目互相抵消 用抵消后来评价 错保是不对的 好 那我们教材当中举个例子 当存在舞弊时 被审单位记录了 虚构的销售收入 该笔收入并没有 以至相匹配的销售成本 如果仅把毛利率 作为一个总体 那样本量可能太小太小了 无法发现收入如币 所以为了保证 我们设计的质量 千万不能偷这个来 不能拿毛利率 作为一个总体 这是三个注意事项 注意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的定义出样单元 定义出样单元呢 最快容易考课问题 注意记一下 而且在这一块记忆的时候 要和我们的控测试 对比记忆 那出样单元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测试对象 这点呢和我们的控测试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细节测试 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我们在细节测试当中 抽样单元是指 一个账户余额 一笔交易 或者交易当中的 一个记录 如我们发票当中的 单个项目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张发票 那发票上一共列了200个项目 我们现在就对这个发票做检查 那发票当中的每一行 每一个项目 可能都可以成为我们的 抽样单元 也就是我们的测试对象 甚至是每个货币单元 这指的是我们货币单元 抽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一块钱 做一个单元 好 那么这里要注意 我们在记我们的抽样单元的时候 我们细节测试和控测试的 这个定义要记混了 细节测试是一个账户余额 一笔交易 或交易中的一个记录 每个货币单元 控测试是什么呢 它是一份文件资料 然后一个记录 或者其中一行 这两个不一样 文件资料和银行不一样 好 大家养成好的习惯 因为我们学习 很容易产生混淆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心理学 专业术语叫什么呢 叫干扰 如果我们碰到了这种相近的 相似的 或者相反的这种知识点 我们一定要做一下对比机 一定要做一下前后链接 免得机混了 免得我们越学的东西越多 后来混成一团 接着我们来看选择的标准 如何定义抽样单元 能使审计抽样 实现最佳的效率和效果 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标准 我们看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 既能够达到目标 又能够实施审议 接着那实施计划的 审计程序和替代程序的 难易程度 这个知道一下就OK 关键是要把这个定义掌握了 这一块用可观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例题 2019年的整体 注册款机师 运用审计抽样 实施细节测试时 下列各项中 可作为抽样单元的有哪个能做 注意看到这种题目 你一定要注意 这是控制测试 还是细节测试 不要弄混了 那这是细节测试 所以我们来看 能做抽样单元的有什么 一个账户娱乐可以做吗 没问题 交易当中的一个记录 可以做吗 没问题 货币单元行吗 没问题 一笔交易可以吗 还是没问题 因此A比C比都选 这种题要考到了 真的是送分的 这种题不能丢分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我们第四章 特别特别难听不下去 那我们听起来呢 有点费力 特别到了货币单元抽样 但是实际上考题真不难 所以你要树立B市人的心境 那我们来看 2011年的真体 A注册会计师 负责审计假公司 10年度的财务报表 在针对销售费用的发生认定 实施细节测试时 A注册会计师 决定采用传统变量抽样方法 实施统计抽样 相关事项如下 A注册会计师将抽样单元 界定为什么呢 销售费用当中的每个货币单元 请问做法是否恰当 你看他用了什么 传统变量抽样方法 实施统计抽样 对吧 那么既然是传统变量抽样 我们现在还没讲到 后面会讲 那怎么可能抽样单元 是货币单元呢 货币单元抽样的时候 它的抽样单元才是每个 每一块钱 对吧 所以注意这块是不恰当的 那我们以前年度的时候呢 在2012年以前 我们第四章还是比较爱考 主管题的 容易考简单题 但是从2012年以后呢 你考的就比较少了 往往是我们 主管题项目综合题当中 一小问了 好 这块看答案错误 抽样单元因为2010年度 确认了每笔销售费 而非每个货币单元 货币 我们使用货币单元抽样的时候才是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四点 既定错报 既定错报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 审计目标来既定 什么情况算错报 但是要注意有三类呢 是不是用意 既定错报 那第一 第一种进行是什么呢 是时间的差异 如果我们对应收账款 实际上寒证 客户在寒证截止日之前支付 被审计单位在寒证之后 不久收到的款项 它不构成错报 这只是一个时间的差异 对吧 在我们15当中时间它也非常的常见 所以这类不能算错报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是计算户了 这种也很常见 被审计单位不同的客户之间的账户登了 那不影响民收账款的总账余额 这也不构成错报 好 第三类是什么呢 我已经更正了 注册会计师还可能将被审计单位自己发现 并已经在适当期间更正的错报 排除再来 这三连不算错报 注意一下 那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阶段 选取样本 并进行测试 那选样并进行测试呢 也有三个小的阶段 第一 确定我们选样方法 第二 确定样本的规模 第三 是选取样本并测试 好 这就是怎么选 这就是选多少 那接着就是测试 接着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确定选样的方法 那么确定我们选样方法的时候呢 这一块其实和我们控测试是一样的 它可以使用随机选样 系统选样 然后我们的随意选样 但是注意 整群选样是不适用于任何的 省级抽样的 那我们统计抽样有三种 简单随机 按系统和随意 注意它多了一个随意 我们的非统计抽样多了一个随意 统计抽样呢 没有随意选样 这里面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就是整群选样 它是不适用的 这四种选样方法 它们适用于统计还是非统计 还有我们的整群选样 谁都不适用 这个容易考客观体 也容易考主观体 要注意一下 特别是整群选 很容易考取观体 那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要重点掌握的是 确定样模规模的因素 那确定样模规模的因素呢 这是我们本章 特别爱考虑的一个点 尤其是控制测试的 确定样模规模的因素 那这个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也是同学们好拿分的点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在学这块的时候 要学会和控测试的 相关的认识点做对比基因 那我们来看 我们确定样模规模影响因素呢 注意这里 一共是五个因素 比我们的控测试多了一个因素 首先第一个因素 是可接受的物受风险 而这块呢 我们在控测试当中叫什么呢 叫做信赖过度风险 对吧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 抽样风险的时候 就强调了 我们的信赖过度风险 和物受风险 这两个是影响效果的 对于这两个风险 我们要格外格外的关注 所以这是影响的第一个因素 和我们控测试一样 它是一个反向变动关系 接着第二个是可容忍错报 那么在控测试当中 叫可容忍偏差率 好 这就是我能容忍你错的 最大的金额 那跟我们这个可容忍偏差率 是类似的 它也是反向变动关系 那么接着就是我们的 预计总体的错报 控测试叫预计总体偏差率 你看这边叫错报 那边叫偏差率 对比基因 这就很简单了 然后它也是同向变动关系 如果预计你的总体错报越多 那我要抽的越多 接着是总体的规模 这点和控测是类似 那总体规模 因为我们抽样数 一般都是大规模总体 那么基本上 对我们样本没有什么影响 或者影响非常之小了 所以影响很小 我们几乎可以不用考虑的 那接下来呢 这是我们单独的一点 这是我们细节测试 影响样本规模因素 特有的一点 叫总体的变异性 这边要注意 如果总体变异性越大 那我们的样本规模往往越大 这是一个同向变动关系 这一点呢 是我们的这个控测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控测是 它是定性的评估 所以它不存在什么 总体变异性的问题 好 接着呢 我们注意 我们可接受了误 受分前用白话翻译 就是我最多能错多少 因为这是我错误的接受嘛 好 我最多能接受 我错多少 那接着可容忍错报是 我最多容忍你错多少 这指的就是被审单了你 那预计总体错报呢 我估计你最多能错多少 这个你指的是被审单位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 咬文脚子 入目三分 确定样本规模影响因素 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 有什么不同 我刚才已经详细讲过了 首先注意 这是物受分前 那边叫信赖过度分前 然后这也是可容忍错报 预计总体错报 都是错报 那边叫什么呢 叫偏差率 那接着呢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 细节测试的影响因素呢 多了一个总体变异性 而控测试没这一项 所以对比记忆 这两项就很容易记住 好 可以采用什么方法 我刚才已经说了 对比记忆 接下来我们来做真题 2018年的真题 下列有关细节测试 样本规模的说法 总错误的是 A 总体的变异性和样本规模 同向变动 这个对吗 没问题 变异性越大 规模越大 可容忍错报 样本规模反向变动 这也没问题 我对你容忍度越低 那我要求越高 一定是样本规模越大 好 总体规模对样本规模 影响很小 这也没问题 几乎可以忽略不及 不用管它的 然后可接受的 误受风险和样本规模 同向变动 这个对吗 这个我们强调过 应该是反向变动 好 这条题错的 就是我们的D 接着我们看 15年的真题 下列有关 样本规模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看哪个正确 A 在控测试当中 注册快递是确定的 可容忍偏差率越低 样本规模越小 那么这道题呢 就把我们控测试的 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和细节测试 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混合在一起考核大家 要求大家要精准的记忆 嗯 那控测试当中 可容忍偏差率越低 是样本规模越小 越小吗 所以错了 我对你这种 忍耐度越低 意味着我对你要求越高 对吧 那应该是样本规模越大 应该是个反向别的关系 接着是B 在细节测试当中 总体的规模越大 注册快递师 确定了样本规模越大 这个对吗 无论是控制测试 还是细节测试 总体规模 对我们样本规模 它的影响 我们几乎不用管 所以这个不对 好 无论是细节 还是控制都是一样 那接着是C 在既定的可容忍误差下 注册快递师 预计总体的误差越大 样本规模越大 这话对吗 这话说的非常到位 我们的这个可容误差 是定好的 然后我预计你错的越多 这样我就要测的越多 这没问题 好 这我们C是没问题的 接着判定 注册快递师 通常接受的抽样分浅 越高 样本规模越大 这个对吗 注意 应该是反向的 应该是反向的 对吧 你看 这不就是我们的第一点吗 可接受的物兽分险吗 只不过他现在 把他的名词稍微换了 换成了抽样分险 但我们的抽样分险 不就有物兽 然后有 信赖过度分险 以及物据 还有信赖不足分险吗 那么物据和信赖不足分险 这两个是影响效率的 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 我们主要考虑就是物兽 信赖过度分险 那这道题 它稍微 它稍微 绕了个弯 你也能够反映出来 这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的什么呢 信赖过度分险 和我们的 和我们的一个物兽分险 它俩应该是一个 反向运动关系 因此这道题正确的 就是我们的C 这道题出的还是蛮经典的 把控制测试 和细节测试 结合在一起 来考考大家 影响样门归用因素 并且呢 把其中的一些名词 还稍微变化了一下 拐了个弯 看你有没有精准的掌握 接着我们来详细的 给大家解读我们的五个影响因素 首先第一个是可接受的抽样分险 那么这一块呢 是和样本规模成反向变动关系的 在我们细节测试当中 包括的是物兽和物具分险 因为物兽它是影响效果的 如果这个超标的话 直接会坏事的 会导致我们发表不恰当的审意见 所以这块的分险更大 我们要更关注的是物兽分险 那我们在实物当中 我们愿意承担的分险一般是5%到10% 好 那同时呢 又说明一下 由于货币单元抽样 它是根据属性抽样的原理设计 然后呢 使用货币单元抽样的时候 我们只控制物兽分险 而不控制物具分险 因为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它是一个混血儿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 考虑因素 在确定可接受的物兽分险水平时 需要考虑一下三个因素 那么这三个因素了解一下就OK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个解读 可容忍错报 可容忍错报呢 注意和我们样本规模是一个反向变动关系 我对你的容忍度越低 那也意味着我对你要求越高 那么测的就要越多 好 我们来看 可容忍错报是指 注册会议是能够接受的最大金额的错报 我能容忍多少 我能容忍你错多少 那与样本规模是反向变动的 这里要注意第二点要求 可容忍错报 可能等于或低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这点一定要记住 这点我们再讲 第二章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的三种 具体应用场景的时候讲过 可容忍错报要等于或低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一定不能高于 一定不能高于 那接着我们考虑因素 考虑因素有五个呢 这块了解一下就可以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因素 预计总体错报 预计总体错报呢 和我们样本规模是一个正向变动关系 好 它也是同向关系 这里要注意 预计的总体错报是不应超过可论错报的 在既定的可论错报之下 预计总体错报的金额和频率 样本规模是同向的变动关系 那我预计你的总体错报越多 这样意味着我抽样的规模要越大 而我们预计总体错报的金额和频率越小 那么样本规模同样也就越小 它俩是一个同向变动关系 如果预计的 预计的这个错报很高 注册快递是在实施细节测试时 对进行百分之百的检查 或较大的样本规模可能就要是的 假如说你预计它的错误特别特别多 你最好不要抽样了 最好全场 为什么 因为害怕分险超标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质量保证好 一定要把分险降下来 所以假如说你预计它的错报很高 你就不要抽样 因为抽样毕竟不是全场对吧 总是有一些漏网之余的 所以全场比较合适 然后考虑因素有五个 这块了解一下 那最后一个是总体的规模 这点和我们的控制测试是类似的 它对我们样本规模影响很小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简单题 2011年的整体 A注册快递师负责审计甲公司 2010年度的财务报表 在针对销售费用的发生认定 实施细节测试时 注意这是发生认定 A注册快递师决定采用 传统变量抽样方法 实施统极抽样 相关的事项中下 A注册快递师在确定样本规模 是不考虑销售费用的可容忍错报 对吗 大家想想对吗 我们刚才讲过细节测试 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一共有五个因素 那么其中就有可容忍错报 他现在说不考虑对吗 肯定不恰当呀 怎么那么考虑呢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反向变能关系 我对你的容忍度越低 意味着要求越高 意味着我的样本规模 应该越大 所以错误 细节测试采用传统变量抽样方法 确定样本规模时 需要考虑可容忍错报的影响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五个解读 关于变异性 变异性这块呢 它和我们样本规模 是成同一项变能关系 那讲到变异性 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个概念 叫什么 叫分层 分层什么意思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总体当中 划分为多个子总体的过程 每个子总体 有一组具有相同特征的 车量代理组成 好 那么它有一个前提 前提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项目存在重大的变异性 就要把总体做一个分层 举个例子 我们在看我们的这种体育比赛的时候 特别像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什么 摔跤的选手 他们都是按重量级进行划分的 对吧 你看55公斤以下级 55到60公斤 然后最高的是96到120公斤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为什么要这么划分 按量级来划分 想想看 如果说是55公斤的 就像这样一个小女孩 和这个120公斤这样的 他们俩要摔跤的话 那你55的怎么摔得过120 对不对 这样能代表它的实际水平吗 代表不了吧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瘦的和瘦的 一起比 胖的和胖的一起比 壮实的跟壮实的一起比 这样才有代表性 对吧 所以我们在抽样的时候 也是同样如此 如果我们总体竟要存在重大的变异性 那我们要考虑把总体做一个分层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作用 作用这块呢 必须要记一下 这块容易考到客观题 分层呢 降低每一层当中项目的变异性 从而在抽样分险没有成比例增加的前提之下 减少样本规模提高审计效率 因为每一层当中 如果有这种高低错落的参差不齐的 那我们把它全部挑出来 然后把差不多放在一起 这样从里面抽一个代表出来 也就抽一个样本出来 好 这样我们总体可以减少样本规模 提高我们的审计效率 否则的话 你全部放在一起的话 那你抽的这个样本就太多了 这样反而什么样 反而非事了 我们做抽样是为了什么 我们抽样的初心不就是为了省事吗 不就是为了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 提高效率吗 所以我们如果面对的这种样本 它具有较大的变异性的时候 一定要分层 就像是我刚才说的 这摔跤选手样本 让按公斤不同 然后把它划分不同的层级 那接着要注意一点 分层并不是为了使各层的金额相等 并不是为了让金额相等好 另外要链接一下 我们控制测试当中 我们影响样本规模因素呢 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我们的变异性这一项对吧 但是控测试的总体当中呢 有一点要考虑总体的同质性 所以两者要注意对比机 不要激混了啊 我们控测试它是定性分析的 所以无需分层 但是注意在总体的界定当中 我们要注意同质性 一旦控制特征不一样了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同一个总体 要当作不同的总体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分层的依据 在细节测试当中 分层的依据可能包括项目的账面金额 还有项目有关的控制的性质 以及特定项目和特殊考虑等等 这个知道一下就OK 那我们一般怎么分呢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我们一般是根据金额对总体进行分层 是我们能够把更多的审计资源投向金额交大的项目 而使这些项目有可能包含高估错报 那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后续处理 后续处理呢 分层分别推断错报 我们分层后的每一组的子总体被称了一层 就像我刚才说的 2000万的一层 500万的一层 然后100万的一层对吧 然后分层分别独立选取样本 对某一层当中样本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 只能用于推断构成 构成该层的项目 接着如果注册会计师将某类交易或账户余额分成不同的层 需要对每层分别推断错报 这是对每层的分别推断错报 在考虑错报 对该类错报所有的交易账户余额的影响时 注册会计师需要综合考虑每层的推断错报 如果对总体得出结论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构成 我们整个总体其他层有关的重要错误分解 这块他的意思就是 由于我们现在分层了三层对吧 我们对这三层我们要分别推断错报 并且呢你不要孤立的看 你还要看看 构成我们整个总体其他层有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它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影响 好 接着我们来看真题 2019年的真题 在运用审计抽样实施细节测试时 下列情形中对总体进行分层 可以提高审计抽样效率的是 那注意分层可以提高效率的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就说过 关键前提就是变异性比较大 对吧 所以直接就可以把C选出来 就是变异性很大的时候我们要分层 如果变异性不大的话没必要分层 就像我们这个图 你看如果两者都差不多都是瘦子的话 那我们根本不需要分层 但是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 你如果不分层的话 这个差异就太大了 好注意一下 我们下面看2014年的真题 下列有关细节测试样模规模的说法中 抽的是 A 总体项目的变异性越低 通常样本规模越小 这个说法对吗 我们的变异性是我们影响样本规模的第五个因素 它们是一个同项变异关系 变异性越低 的确样本规模越小 没问题 接着是B 当总体被适当分层时 各层的样本规模的汇总数 通常等于在总体不分层的情况下 确定的样本规模 这个对吗 注意啊 它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呢 分层了 然后假如说分层以后 样本规模这是5 这是4 这是3 和不分层 样本规模是一样的 你看这是7 加5就是12 对吗 和不分层一样吗 注意错误 如果不分层 由于它的变异性很大 那样本规模也很大 我们为什么要分层 不就是为了 怎么样 不就是为了减少样本规模吗 好 把这种变异性比较大的 特征不一样的 单独分一层 然后单独抽样 这样来总降低 我们总体的规模呀 所以这个说法不对 不能等于我们总体 不分层情况下 确定样本规模 这我们分层以后 各层规模的汇总数 12 一定是远远小于 我们不分层的情况之下的 样本规模的 好 接着我们看C 当目受分险 一定是可容忍错保越低 所需的样本规模越大 对吗 注意 可容忍错保 是我最多容忍你们错多少 我对你的容忍度越低 那意味着我对你要求越高 所以他们是反向变异关系 没问题 接着低 对于大规模总体 总体的实际规模 对样本规模 几乎没有影响 这个说的很到位 大规模总体 它俩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这点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道题错的 就是我们的B 在实施细节测试时 分层可以降低 每一层项目的变异性 从而在抽样分解 没有成比例增加的前提下 减少样本规模 提高神迹效率 所以选项并错 我就说 我们关于细节测试 样本规模影响因素 第一 你要把这个五点 记住 它们是同向变异关系 还是反向变异关系 第二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 变异性的问题 注意分层的问题 这是我们细节测试 样本规模 比较容易考到的点 因为这是它的特色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题 2011年的正题 A注册会计师 负责审计甲公司 10年年度的财务报表 在针对销售费用的 发生认定 实施细节测试时 A注册会计师 决定采用传统 电量抽样方法 实施统计抽样 相关事项录下 A注册会计师 将总体分成两层 是每层的均值 大致相等 这个做法对吗 我们分层分层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减少变因性 对不对 我们都差不多 在一个区间 我们就分层一层 而不是为了 让每层的均值相等 我们是为了 让大家的特征差不多 所以这个说法对 从分层的意义 在于减少 总体的变因性 而不在于是 各层之间的均值相同 好 这就是我们以前年度 考过什么 考过简大题 咱们刚才讲完了 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下面呢 我们来看 确定样本量 这块内容呢 指导一下就可以 那我们总体的要求 用职业判断加经验 在实施细节测试的时候 无论是统计 还是非统计抽样 我们综合考虑 各种因素 然后用我们的职业判断 和经验来确定样本规模 那这里要重一点 情形类似的时候 我们考虑因素 如果相同 是用统计抽样 和非统计抽样 确定的样本规模 通常是可比的 也就是说 它俩是差不多的 不能说 我的非统计抽样的样本 用比较更大 不一定的 我如果考虑因素相同 然后情形又类似 那么应该是差不多的 相差不大 那接着我们来看 能确定的具体的方法 统计抽样呢 用两种方法 第一个用计算机的程序 第二什么 用我们的量表 如果总体缺乏变性 那传统变量抽样 确定的样本量 可能就太小了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表 4-8 设定的最小样本规模 然后按照经验值 把最小样本规模 确定为我们的50-75 是OK的 好 这就是一用计算机程序 第二用量表 那接着非统计抽样 那我们也可以用量表 然后呢 加直接判断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公式法 在公式法呢 稍微要记下 因为以前年度考过计算 它如果哪一年 冷丁出来一套呢 你别到时候懵了 这块其实很简单 那样本规模 等于总体的账面金额 除以可容忍所保证 保证习数 如果题目中出现的时候 这些都会以 已知条件的形式 告诉你的 你算一下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确定样本规模的方法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测试 测试呢 这块就很简单了 我们教材就一句带着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们第四章嘛 是讲抽样 讲这种工具的 具体怎么测试 那是我们后面要大奖特奖内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例外事项 例外事项呢 这块和我们的控测试 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在学细节测试 应用的时候 要和控测试 对比进去学习 你会发现 很多地方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稍微的语言表述上 专业意思上稍微不同 好 那我们来看这块 注册会计师可能无法 对选取的抽样单元 实施计划的审计程序 如单据丢失了等等 那么我们对未检查项目的处理 取决未检查项目 对评价样本结果的影响 好 这里要注意 你不能看到一个单据没有 你就马上替代 你要看一下 它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它够不构成错报 第一 注册会计师对样本结果的评价 不会因为未检查项目 而可能存在错报而改变 就不需要对这些项目进行检查 它潜在的意思就是 我刚才说那段话 你看到一个单据丢失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绝对不能马上换一张 而是我要看看 它到底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构成错报 然后再决定 我下一步怎么做 接着 如果未检查项目 可能存在错报 会导致该类交易 或账户有用 存在重大错报 注册会计师要考虑 实施替代的程序 为形成结论 提供充分的依据 假如说你感觉 不对劲 问题 有可能会有潜藏的重大错报 要实施替代程序 不能再抽样了 你再用别的方法来验证一下 接着第三 注册会计师也要考虑 无法对这些项目 实施检查的原因 是否会影响 计划的重大错报分析 评估水平 或对5B分析的评估 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抽到一些 很重要的单据的时候 发现就没有了 我们要考虑 它有没有可能5B 故意藏起来 不让我们查到 我们要想想 我们原来给它 评估的重大错报 风险为低水平 是不是太乐观了 我们试着 把它调整中水平 好 下面我们通过题目 来给大家暂时一下 2017年的整体 假公司是ABC 会计事务所的 常年神级客户 主要从事 肉质品的 加工和销售 A注册会计师 负责神级假公司 15年度的财务报表 确定了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是多少 是100万元 然后报告日 是16年的4月30日 我们来看资料室 假公司部分原材料 是向我们农户采购的 然后财务人员 办理结算的时候 应当查验农户的身份证 并将农户的身份证 复印件和农户签字的收据 作为付款凭证的附件 这很常见 对吧 作为财务工作的人 都知道这是原始凭证吗 然后2000元以上的付款 应当通过银行转账 这是什么 这都是它的一个制度规定 也就是假公司 他们的规章制度 是这样规定的 接着我们看他做了什么呢 A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工作的地稿中 记录了采购和付款交易 相关的审计工作 部分内容在录录下 A注册会计师 在实施细节测试时 发现有一笔付款凭证 后面未付农户的身份证 复印件 注意这是在做细节测试 并不是在做控制测试 然后发现有一笔付款凭证 没有付农户的身份证 付印件 那财务经理就做了解释 解释什么呢 他已经查验了 我们原件 忘了要付印件 你看在家单位的规章制度 是怎么规定的 规定就是 付款的时候 一定要采册户的身份证 这是第一步 对吧 然后呢 将我们的这个第二步 是把身份证付印件 还有签字的收据 然后全部作为 我们付款凭证的付件 接着第三十两千元以上的 通过银行转账 也就是说 它的制度规定有三个节点 第一 查生证 第二 要把这个作为付款凭证付件 第三 银行转账 一共三个节点 那我们在做细节测试的时候 就发现有问题 发现什么呢 有一笔付款凭证 后面没有付农户的身份证付印件 看到这你就要想到 如果现在是在做控制测试的话 这应不应该当做控制偏差来对待 假如说现在是做控测试 我就测你的制度 有没有有效运行的话 应不应该当控制偏差 很明显肯定是控制偏差 为什么 你并没有百分之百按制度的规定执行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你当控制偏差 但是现在是细节测试 然后呢 财务经理就做出了解释 他解释什么呢 付款的时候已经查验了原件 但是忘了要付印件 他说我查了 第一步我做了 好 那么第三步不设计 那现在就是第二步的问题 对不对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的A注册快递是做了什么呢 看到这个财务经理解释 要条件反射 这就是在实施询问程序对吧 那我在讲主关题的时候 就给大家给了八句话 叫做不做询问 仅靠询问 不下单 不做验证肯定错 我们看到解释要条件反射 他做询问程序 要看他没有验证 我们接着看A注册快递是后续到底怎么做的呢 他验证了吗 看A注册快递是询问了该农户 然后验证了签字的真实性 并扩大了样本规模 他验证了 都验证了 他发现这有问题啊 那没有按照我们这个制度规定 复生分件啊 所以对于这种差异 他就问了我们农户 然后又验证了签字真实性 并且还不放心 他原来可能一共凑了23个样本 现在呢 又多凑一点 又多凑了10个 扩大了样本规模 再没有发现例外的事项 说明什么 说明剩下的都是按规定执行的 结构满意 那这块恰当吗 注意完全没问题 完全是没问题的 因为他毕竟发现了这么一个偏差 发现这么问题 但是呢 他询问以后 又做了一系列验证 发现都是满意的 所以是OK的 那这道题是恰当的 同时在这里呢 也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道题有个地方是容易搞错的 因为这道题 它是实时细节测试 如果这道题换一下 换成它实时控测试 实时控测试的话 那么如果它的可容忍偏差率定的又是比较低 如果可容忍偏差率定下来的话 我们的这个预期的错误应该是零 假如说预期错误应该是零的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就是不可结束的 为什么 毕竟它发现了一个偏差 毕竟它发现了一个偏差 不知道我说的大家明白了吗 因为这道题是细节测试 细节测试是测错报金额的 是测错报金额的 在测错报金额的时候 顺带发现了一个控制上出的问题 它又做了一系列的验证 那么对我们细节测试 最后金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这块它是恰当的 注意两者的系列的区别所在 好 那我们这几课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